今年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在包括了美中对抗 还有新冠肺炎疫情等严峻的国际情势影响之下不断的推升 到8月上旬的时候整个黄金价格已经超越了每盎司2070美元 不过对比6年前中国大妈疯狂抢购黄金的盛况 今年大陆的实体黄金市场却显得冷静很多 在许多地方拿黄金来回购变现的人居然比买的人还要来得多 为什么呢 8月4号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仓库区猛烈爆炸 150多人死亡近5000人受伤 7月18号美国德州85名一岁以下婴儿集体确诊 同一天全球新增26万例确诊 创单日新高 8月3号德国人上街抗议政府强制戴口罩 同时在疫情冲击下 德国第二季GDP下跌10% 几件事分散在世界不同角落 看起来毫无关联 却出现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结果是中国大妈们开心了 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再次刷新历史 每盎司双双突破2000美元大关 国际黄金延续强势上涨态势 简单地说世界越混乱黄金越值钱 从北京到上海各大黄金百货又见大妈们排队 只是这回不再是加码抢购 而是双手捧金要来卖的 疫情冲击下 现在还是手握现金最安全 要用钱啊 正好金价也可以 放了九年了 反正就回本了呗 也谈不上赚钱 以本周来作为比较的话 那我们比前两周的这种回购的量 要增加了一倍到两倍 没错 这一刻他们足足等了六年 2013年在华尔街做空黄金之际 中国大妈果断出手 据说十天内花掉1000亿人民币 买了300吨黄金 对决索罗斯的霸气 一时震撼国际舆论 可惜 结果是几天内黄金暴跌 大妈全数套牢 好不容易等到回本 当然要赶快出手套现 问题是 2020年这波大妈们的黄金盛宴 怎么来的呢 新冠疫情以后的话呢 各种各样的这种 四金的政策出来了很多 大家对投资这个黄金 可能带来更多的便利 再加上避险的需求越来越大 整个在投资和避险的操作之下 这个金价就一路上升 今年4月开始 国际金价在美国联准会宣布 不惜一切确保经济稳定之后 一路攀升 短短几个月已经涨了超过35% 到8月初突破每盎司 2000美元大关 超越2011年1992美元的高点 甚至有乐观的专家预估 接下来冲上30004000美元 都不是问题 但实际走访金仕店 却可以明显感觉到 大陆民众对买黄金的态度 已经不同于6年前 现在它这个款式啊颜色搭配都比较新颖 我觉得属于时装款嘛 以前就经常戴的黄金都比较普通一点嘛 挤在柜台前大把大把买的大妈们消失了 现在更多的是年轻女性顾客 展示柜里的商品也要配合她们的喜好跟消费力 从比粗比华丽变成小巧可爱 价格大约6000台币上下的小饰品 我们在这个柜台上能看到有四个格格 我们看这个格格是在放风筝 这个是在抛锈球 这个呢是在抖空竹 还有一个是在骑马 大家看我的指甲有没有金灿灿的 这可是黄金做的指甲 不只金仕本身要够可爱有创意 连包装都得跟得上新潮流 这款木兰宝剑还会送一个精美的木兰首饰盒 顿时让少女心爆棚 来 我们在这点一滴水 你看神奇的一刻发生了 这个向日葵就自己出来 对 有个向日葵很特别的 我们现在把现在的产品 跟这个五年前 十年前的产品拿过来之后 那变化是特别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些新的技术 很多东西都实现不了 买的是黄金 却不想只看到一整块的金黄色 这种法郎彩就成为受欢迎的新式工艺 法郎彩像一些宝石镶嵌 让这个视觉丰富的这种元素更加多一些 工厂里金工师傅小心地用错刀 消除黄金表面的颗粒感 再用砂纸磨出更均匀的消光表面 下一道工序更是眼力大考验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锁包涂一个三种颜色 不是一个男吗 应该需要很大的耐心 卓塞工人手里握的是最细的勾边笔 不但手要够稳 哪里该点上哪一种幼材也是学问 因为眼前看到的是白色 粉红跟紫色 高温烧之后呈现的却是另外三种颜色 精致加工提高了黄金饰品的附加价值 却扭转不了今年上半年 因为疫情没人出门 全球食物黄金需求量只有400吨 比去年同期少了17% 11年来最低的窘境 比起食物黄金真正推高价格的 其实是拿来避险的黄金ETF 也就是纸黄金 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说黄金 实际上大家要想它的基本原则是 防风险的资产配置 而不是一种短线博杀 现在的这种热情真的已经太高涨了 我们看到在上周的时候 其实现货黄金是上瘾过山车的行情的 在一片掌声中 大陆专家开始呼吁 虽然长远看好 但随着各国经济逐渐复苏 黄金价格可能出现一波震荡 这时候还想进场 务必谨慎